首相敦马今天主持廉政特别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后 召开记者会宣布 政府将修改行政人员道德守则 把包括首相、副首相、内阁部长 甚至执政联盟国会议员列为行政人员 规定行政人员一律不能收礼 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 不过政府官员和行政人员 可以接收鲜花和食物 至于牌匾等纪念品则必须申报 联邦法院早前曾以首相并非行政人员为由 因此无法在公务员失职的诉讼中面控 驳回了敦马起诉前首相拿多斯里纳吉 一马肚子案的上诉申请 不过这个情况将随着首相修法 重新定义行政人员有所改变 另外政府也会制定政治现金相关法令 确保捐献者不会因此获得任何个人利益 以杜绝贪污 政府接下来将向各国取经 从中制定适合国情的政治现金法 在某些国家,政府提供的资料 给所有的国家政策 那是做的,我认为在澳大利亚 我们必须要研究那些 是否那是什么我们可以做 但在其他方面,我们看到 美国有一个计划 里面有一个计划的计划 敦马强调,政治现金确实是必要的 以便政党有足够资金应付选举 但接受捐款和贪污行贿往往只有一线之差 事实上,掌管廉政事务的首相署前部长 拿督刘胜泉 早在去年就草拟了政治现金法案初步框架 但来不及在第14届全国大选前提成国会 这些计划的计划